字幕提供 12月18日是公投日 我們這次要尖對四的公道案 來做議題的表達 今天民進黨團對中這個公道台選的報恩 要來跟我們的民眾講清楚 我們在三年前,相信大家都要記憶非常清楚 到廟到10點12點,整廟到環境 這種亂象,讓我們整個到廟的位置 三星很多的無公平和非常紛亂的現象 在這裡,我們也要請教民主廟官長 第一,我們的選友中心裡面,所有的都 是我們公佈門的動員,在裡面協助到 我們所有的投票過程 但是,我們在港澳百台選,我們要再來贊成 因為管長理工人心要讓我們所有的動員 在這個選友的過程裡面,為在地的七八點 現在,要無緣跟環境,甚至到凌晨兩三點 走到後回到處 像這樣這種,操留的監控 我們要重新再來,在我們這個選友的過程來發聲 我也請教民主廟官長出來說清楚了 公佈是我們人民對政策,是一個直接表達的方式 也是清華,民主的重要環境 公佈的議題絕對不是建統和建統的對決 是我們人民要把我們所想的對於政策表達出來的 是一個最好的方式 我希望說,我們可以公佈和台選拚拚拚 讓我們所有民眾 對於投票 一般民意代表的投票和公佈的投票要拚拚拚 這可以讓所有民眾,尤其清潔說 我們要投的公佈的意義是在哪裡 不是這樣,去到店長 公佈車結果看到,如果看到沒有說 到底是要投的贊成還是不贊成 反對還是不反對 一起來之後,漢製黨的公佈票 變成狼尾時間在大家投票之後 造成他們的選務的紛亂 在這裡,我們要投入到我們所有的國民 十二、十八,對於公佈綁台選 我們要投下不動議 每一次牽涉到都是我們國家重大的政策及走向 不應該被人民選舉的激情去影響到公佈案的選票 所以公佈必須與我們的一般選舉分開 不應該綁大選 還有記得三年前,那一次我們選舉一邊開票一邊投票這個亂象 這一次不應該的重現 我們一定要堅決的反對,公佈綁大選 我們也曾經擔任過投開票所的監察主任 我還記得那一次我們開票,我們那個投開票所是開到晚上九點 是最後一個回到宜蘭市公務所 在那一次之後 我就再也沒有當過投開票所的任何的工作人員 那同樣的我自己學校的同仁很多的公務人員 其實提到那次的經驗也是非常安心 我實在很難想像說 像上次的開票到12點 甚至到1點2點 那個是什麼樣的一個情況 而且在那種還要同時跟 那個五合一或是總統大選在一起的時候 那個 正式的那個開票時候 那個大家的壓力都很大 因為隨時都旁邊有很多民眾在看著你有沒有馬票開錯 有沒有算錯 那我想說剛剛我們主委也已經提到過了 希望公投跟大選是分開 這樣子減低我們這些 要去從事這個選務人員的壓力 那我想大家也一定還記得 三年前的那個公投 我們大家有哪幾位還會記得有哪幾項 反正大家都是在背什麼 被那個所謂的終極密碼 都是被數字 第七案第七案第七案要同意 那另外一個黨派就第七案第七案要同意 完全都沒有辦法針對在這個議題上 或是你這個政策上去做好好的討論 而只是在背一連串的數字 這就喪失了我們公投的真正的意義 所以我們在這邊呼籲 堅決的反對公投把大選 人民做主是我們民進黨 當期全黨的這種核心價格 所以在公投法 整個門檻降低 可以讓公投人民可以來提案 連輸包括進入公投的造業 這個過程我們也是當期 這個很多民主前輩 大家所打名下來的一個成果 政策來說 選舉是真對人的選舉 公投是真對待子的這個投票 所以真對人的選舉 跟真對待子的投票 是要把它切開 因為現在走到一個台灣的民主世代 公投案會很偏緩的這種推動 所以這是要讓民民來做 這個決定的一個中台的國家政策 所以在這個國家政策的推動頂頭 我們也是希望可以 都聽出國家的意見 所以公投案的這個推動 在我們民進黨的核心計劃裡面 就是要讓人民可以來參與 如果說公投跟這個台選 如果要跟白社會 上面那個聯想 大家也都有看到 我也是因為作業中心的這個主任 看我們的選務人員 扮選議業扮到1點多 還有煩惱這個選議的這個過程 是不是可以去出查書 所以如果國民黨 也推出這個公投版台選 我們就是這期 它是有預謀性的這個推動 這邊的公投案 它絕對讓你這個案 如果也通過 時侯要選舉的時候 就一定我幫你提10個案 20個案 把你合作組合 讓你選舉的時候 特使台南 選舉要自己說選舉不好 這就是 有預謀性的這種 這種政治的 這種選舉裡面 所以我們要讓我們所有的 這些鄉親 對於這個選舉 是對人們的選舉 對於公投是對事情的選舉 把它撤開 所以人的事情 我們都來做一個檢查 我們都拿來做討論 所以這樣才有辦法 讓台灣民主的發展來影響 拒絕公投綁大選 四個不同意 台灣更有利 不同意 都拿來選舉